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9号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 在当天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 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等人组建的蓝白党获得37个席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获得36席 但是根据以色列当地主要电视台12频道公布的出口民调 蓝白党赢得37个席位 利库德赢得了33席 预计此次投票的初步结果将会在当地时间10号中午出炉 正式的结果将于17号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 以色列本次议会选举的投票站已于当地时间9号晚上10点关闭 利库德集团 工党 蓝白党等于40个党派 角逐议会120个席位 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 以色列全国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为634万人 预计本届选举投票率为70% 本届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举行 执政联盟发生变动后 内塔尼亚湖去年12月宣布议会解散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是议会制国家议会实行一院制 只有获得3.25%以上选票的政党 才能根据得票数按比例分配议席 获得61个议席及以上的政党可单独阻隔 但由于中小党派林立 以色列历届内阁都是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通常在大选正式结果公布后一周内 总统将根据与议会各党派协商结果 授权议会赢得阻隔权的党派领导人 在不超过42天时间内组建新一届内阁 并任命其为政府总理 分割自身 Box Glob